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Brenda 英國倫敦警方日前就發布信息 尋走8名懷疑是祈福黨的女性 呼籲民眾如果有他們的資料 就可以提供線索 據報這群祈福黨通常是3個3個1組 專門向年長的女性搭散 他們過程中會裝有親人患病 需要找中醫協助 等目標對象就會和他們一起行 陪他們去找中醫 最終陪人那個就會變成受害人 祈福黨會和目標人物說 你的家人恐怕會有不測 需要祈福燒災 結果就會被人騙走了名貴的首飾和現金 由於行騙者和受害者都是用廣東話的 所以警方就不排除今次的事件 或者會涉及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 近這幾年有很多香港人都選擇舉家移民英國 而今次的事件發生的地點 都是香港人熱門的居住城市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讀這篇新聞 看看各位需不需要提醒一下已經移民海外的親友們 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 Brenda 正式開始之前 邀請大家Like這條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我們有新的節目和直播內容 都會第一時間和大家分享 當然鼓勵各位也可以留言給我 令我更進一步 今天這個事件就是很久沒聽過的祈福黨 不過就不是在香港發生 而是在英國發生 但是被發現的華爾祈福黨 他們都是說廣東話的 所以今次這個事件 雖然和我們離開很遠 不過關係非常之近 一起讀一下新聞的內容 目前英國多個華人聚居的社區 正是出現了廣東話祈福黨詐騙犯罪事件 這些騙徒都是通過遊說華人的女性長者 聲稱他們的家人正是處於危險之中 從而要編走他們的貴重物品 除了在英國之外 美國、澳洲、加拿大等等的街頭 亦都出現了新一波的類似犯罪案件 目前警方已經正是展開調查 而受害人的家屬亦都嘗試尋找罪犯 被稱為祈福黨的詐騙犯罪 是一種精心策劃的街頭犯罪戲碼 而祈福黨這個命堂 可能因為已經沉寂了幾年 所以大家都有段時間沒有聽過 其實他們是主要活躍在香港和中國的詐騙集團 在台灣和澳洲等等地方亦都有出現過 祈福黨的犯罪方式 就是以欺騙的手段 謀取迷信民間信仰陌生人的信任 簡單來說 通常就會以玄學和道教的角度為名 然後實際騙取事主的現金或財產之後 就會找不到人間蒸發 祈福黨一般都是三個三個出動 今次他們就是三個女性組成 會以廣東話和毫無戒心的受害人 表演一場經過精心排練的劇本 今次悟多騙局的 是一名六十多歲的馬來西亞籍華裔女性 她的名叫做孟尼 住在倫敦的 孟尼還很記得當時的情況 她記得當時本來是準備要上瑜伽堂的 當走走走的時候 就在西倫敦的哈羅路遇到一個正在哭得很淒涼的女人 這個女人就用廣東話問孟尼 你認不認識一個中醫師呢? 而當時她找中醫的原因 就是因為自己的老公病了 隔了一會兒 第二個女人就出現了 這個女人都是講廣東話的 就說自己 咦?我認識那個中醫 並且可以提議帶她們去見她 孟尼就一心想著幫這個情緒激動 哭得這麼淒涼的女人 那就好啦 跟著她們一起走 走走走走 去到一條偏僻的小巷裏面的時候 就出現第三個女子 這個女子就聲稱是中醫師的親戚 好啦 那等我帶你去看看可不可以幫到手 帶你去見下我的中醫親戚 而目標人物孟尼 果然也是跟著劇本走的 她本著為人為到底 送佛送到西的精神 就陪著女人一路去找個中醫 但是當她在中醫那裡回來的時候 就獲得了一個令她好不安的消息 孟尼說透過了神秘力量 這個中醫似乎發現了 孟尼亦都在危險之中 她其實這樣知道了孟尼的婚姻問題 還知道她右腳有劇烈的疼痛 哎呀 這些事情 因為受害人孟尼事前是沒有告訴中醫師 但是中醫都可以一一美美道來 所以孟尼就深信不疑了 接下來的劇本發展 又是旁觀者清的時間 大家都猜到下一步就是要令到受害人更加震撼 今次中醫就說 你兒子將會在三日之內發生意外並且死亡 其中一個女人就告訴孟尼 中醫有方法 你不用擔心 你只需要拿一堆米 然後放一些金色 研金進去這個袋裡 他們就會將這些貴重物品進行祈福 你兒子就會沒事了 至於受害人孟尼就說 由於同行的女子和中醫都保證這些物品 在祈福之後會還給她 所以她就感到很安心 沒什麼所謂 都是祈福 最後反正都會還給自己 當時其中一個女子 就急急腳帶著孟尼 來了來了 回家拿食物 然後又帶她去銀行 拿了4000英鎊的現金存款 後來這些貴重物品 全部都是裝在一個索膠袋裡面 孟尼現在回想 這時候應該是膠袋被人調換的時間 受害人就形容 一切事件都發生得非常快速 對方的手法很靈敏 所以受害人什麼都看不到 就已經換了膠袋回來 但當孟尼回到家 一打開這個黑色膠袋的時候 就發現裡面只有磚頭 一塊蛋糕和兩瓶水 她形容 當打開膠袋的瞬間 她整個人都發冷 然後就告訴兒子 我覺得我被人騙了 而除了財物之外 最可憐的就是 放入黑色膠袋裡面的 還有些是孟尼的全家之寶 是一些有錢都買不回的重要物品 孟尼這個經歷 都可以說是 祈福黨騙局裡面的經典案例 BBC採訪了很多名的受害者 他們的經歷都差不多 他們首先會在街邊 遇到一個情緒失控的陌生人 然後就有其他人陪同一起去找這個中醫 又或者是術士 然後受害人一般都會出於好心 陪著她和身邊的其他祈福黨成員 一起去找這些術士又或者是中醫解救 然後這個中醫就會告訴受害人 甚至你家裡都有邪靈 都有生命威脅等等說法 然後在很多案件裡面 這個虛構的中醫名 剛好都是姓高的 叫做高醫生或者高先生 那就更加知道原來他們是遇到同一群祈福黨 除此之外 另一個相似之處 就是整個行騙手法都很迅速 所有受害者都是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受騙 就好像孟尼的過案裡面 整個騙局由頭到尾只是花了三個小時 所有的財物就已經不逆而非 那我們每次看同類型的新聞都會覺得 為什麼受害人都會這麼蠢? 明明是這麼容易識穿的騙局都會信以為真的? 有學者就解釋 祈福黨都是長久以來利用信仰和靈性的街頭犯罪 不論是祈福黨本身 又或者是騙案的對象都是華人 華人多數都會在家裡傳放一些貴重的首飾 特別是黃金、銀器、玉器、鑽石等等 這些物品在華人的傳統價值觀裡面 都是一種保護力量、有一種保護作用 所以對於一些心已經很急 或者已經嚇到好慌的受害人來說 如果跟他們說這些貴重的物品 經過了祝福之後是可以保佑你的話 他在心裡面感覺都是合乎邏輯的 關於祈福黨的事情 除了是當地的警察已經展開了調查和拘捕之外 其實受害者的家屬也都很希望可以找到多些證據 能夠將這些害群之馬乘之於法 其中一位受害人 他的女兒黃雪文說 媽媽在今年5月被握走了幾萬元英鎊之後 他就在社交媒體發起了一個提高認識祈福黨騙局的活動 黃雪文說 當時他的媽媽在東倫敦救密的時候 有三個女性扮演著相同的角色 說服他媽媽說他的兒子現在有邪靈附體會威脅他 受害人除了去報警和警察報告細節之外 亦都翻查了附近的閉路電視上司調查事件的發生經過 而當看到閉路電視片段的時候 黃雪文就形容 當時媽媽在畫面裡面好像完全遵照了對方指示一樣 整個僵屍一樣沒有了自己意志 而他回去問媽媽的時候 媽媽就說解釋不到騙徒為何在這個中醫的故事可以說服他 他又堅持自己不是迷信 又不會相信這些V混混的東西 所以受害人和家屬就懷疑了還有滲入其他元素 令到這個騙局可以更加順利進行 他們開始研究當中會不會牽涉到一些藥物 可以令到他的媽媽受人控制 但是被人控制得來又可以適當地保持清醒 令到他們可以去銀行按機 或者在家裡一些隱蔽的地方 將貴重的物品拿出來 所以黃雪文就猜測 可能是有一種所謂魔鬼氣息的迷藥 而黃雪文口中所謂這種魔鬼氣息的迷藥 正名就叫做東涼湯癇 Defo's breast scopolamy 那麼這隻藥本身是用來做什麼呢? 原來是用來止頭暈的 如果使用適當的份量的話 就可以達到真正安眠抗經聯的作用 亦都可以醫治到氣喘 廣泛應用上面 就是有時我們暈車浪的時候吃的暈浪丸 另一種就是當做手術麻醉之前 避免病人口水鼻涕會阻礙呼吸所使用的藥物 而根據資料 這種藥物除了口服之外 亦都可以用貼片的方式 很簡單就會經過皮膚吸收去人體內 剛才提到的醫療作用 就是建基於合適的份量下 但如果使用到某一個劑量的話 就可以產生高度的可暗示性 什麼意思呢? 即是削弱了一個人的自由意志 他可以適當地保持清醒 但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真的會乖乖去做 告訴我 你的銀行戶口多少號? 你的銀行卡密碼多少? 你的金銀珠寶放在哪裡? 你都可能會全部好聽話照做 這個情境令我想起很多年之前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尖東地鐵站 匯豐銀行那裡一出來的時候 經常會有些人拍下你肩膀跟你說話呢? 又或者說你身形多好 願不願意做model之旅呢? 當時這些拍膊頭迷運黨都相當盛行 根據報道 受害人通常都是會聞到少少煙味之後 就開始混沌沌 跟著就會被人帶上樓那裡試衣 說你適合做model 最後就去另一層樓那裡 再join一些美容療程 所以這種手法一直已經被原用多年 完全不罕見了 迷運黨再加起祈福黨 可以說是威力無窮 不過仍然是有待求證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都未清楚藥物是否牽涉到 英國現在的祈福黨騙局裡面 所有事都要等警方調查 不過可惜 如果是受害人估中的話 這種藥物很快就會排出體外 所以當第二天 黃雪文想幫媽媽進行藥物檢測的時候 都已經太遲 什麼都查不到 而無論有沒有使用到藥物都好 當地的反詐騙專家Lisa Mills就說 這種騙局之所以這麼有效 可能就是一字記之約 夠快了 他們可以將整個騙局 設置在相當快的時間之下發生 Lisa分析騙局 她說可能你會遇到一些跟你很相似的人 幾個女人看起來跟你都差不多 又是女性 年紀又相約 還說差不多的語言 她繼續說 目前這些騙子仍然逍遙法外 幸好警方和受害人的家屬都沒有放棄 堅持要將祈福黨找出來 整件事令到受害人和家屬最痛心的就是 他們都是說廣東話的 即是說他們是自己人騙自己人 連講相同語言 相同膚色的人都不放過 最近我嘗試製作短片的時候 經常都會看到差不多的新聞 每一天都是大大小小 不同形式的詐騙 但是巧不怕救 最緊要受 他們的共通點都是拿著受害人的弱點 例如是貪心 想賺快錢 又或者是家人的安危 所以大家除了要小心求證之外 最緊要都是保持一個正直的心 所以知道哪有這麼大隻夾拿隨街跳 如果在一個不需要任何交換條件的情況下 就可以幫你賺到大錢的話 說你都不信 真的有這麼好處 外面經濟就應該好很多了 大家記得小心提防 今集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頻道 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